熊猫大侠一不小心爱上你这样优秀的影视作品 对吧 看到草影 我学会了 当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一个好的演员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得能怀 抱着对电视的热忱 另外我还要提一个不安分的人 是张翰 别的演员不安分 也就是去当个导演 当个主持人 好歹跟电视沾边 你呢 带着美女去旅游也就算了 还化身霸道总裁 听说整个鱼塘都被你承包了 今年收成好不好 记得请大家吃鱼 要说到跨界呢 可能接下来这位前几天的跨界 是最劲爆的 她从人界跨到了神界 就我们的唐小燕 精英女神啊 我们的 前天晚上真是太美了 今天也非常漂亮 我也注意到坐在她旁边的杨阳 好帅啊 真的 杨阳永远是身板笔直 像一颗小白羊一样 其实我们导演组安排杨阳坐在唐燕身边呢 是有目的的 因为杨阳吧 她特别板重 她特别有规矩 所以呢 整个晚会的过程当中 她除了微微一笑 她不会乱动 这样她就不会压到精英女神 隐形的翅膀 接下来有一个冰瓶我要送出去 杨阳来了 你别粘腿啊 你不认真是好意思的 新年也看一部戏叫什么 微微一笑 很清楚 可是你在心里一点都没笑 今天既然杨阳来了 我们现场测试一下 她到底会不会笑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杨阳 给我们表现一个 中了一百万之后的表情 很少 很少 中了一千万以后的表情 好 中了一个亿之后的表情 一个亿给我的表情 好好 不要玩 还是不错的 对对 正名这个杨阳是会笑的 笑起来也很可爱 算了 不为难你了 为难下一个 赵丽颖呢 赵丽颖 赵丽颖 在这儿呢 来 说到赵丽颖啊 没有什么可吐槽的 就是单纯觉得你好看 给你一个镜头 好不好 对你好吗 你是有多闲 舞蹈艺术 没有电视艺术 赚钱快 实话吧 对吧 但杨阳 杨阳听师姐说 我提醒你一下 下次拍电视剧的时候 无论给多少钱 就把脸遮一半的角色 绝对不演 挺傻呀 对吧 不能演 咱爹妈给他 生这么漂亮 容易吗 就是干嘛遮一半 对吧 不演 听解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